音乐 然后感觉里边又是猪药了 所以想着买一个尝尝 首先在楼下卖的药膳 都是一些药室同源的安全的东西 如果是想进行一些专业的药膳指导 是需要大夫经过专业的体质辨识 比如说根据它的虚实寒热 来酌情加一些 就是可能是非药室同源的东西 然后来做放在药膳里面 因为我是一三代 我在做东西堂的初衷 我就是想为中医事业做一些事情 让中医生活走入千家万户 让更多的老百姓 能够不生病少生病 让更多的80后90后00后 能看到中医 感受到中医 能用到中医 最重要的是要坚守一份精神 只管耕耘不能收获吧 如果说是只是为了做这个事情去跟风 或者是一个噱头 那么我相信也不一定会走到长远 我看到很多包括现在 咱们中医处的什么药膳呀 包括酸米汤呀 其实我认为中医的发展 一定是要靠这些 跟生活很贴近的一些东西 然后来带动的 希望今天能够尝到一份酸米汤 再来一份这个米线 但现在90后 更年轻的一代开始关注养生了 开始关注中医了 我觉得最起码 它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关注 这也是大家对中医的一个认可 真正的中医传承 还是需要中医人 一代一代的把一些精髓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还有一些非中医人 他逐渐了解了中医的这种精髓之后 了解了中医的好之后 他会全身心的投入自己的精力 做中医传承的这部分 中医护佑我们几千年 我们现在用的也是钥匙同源的东西 如果是说能受到一些年轻人的欢迎和喜爱 来延展开来 然后喜欢我们的中医文化 甚至传统文化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善莫大言的事情